忍戒大战中最像灵的女孩 假如戴土看到她会提前洗白吗 如果要说影响整个忍戒的女孩是谁 我想那一定是镜头不多的灵 一个存在于戴土记忆中的女孩 可以说整个第四次忍戒大战背后就是她的影子 戴土因她而黑化 痛恨这个害死她的忍者世界 一心想她 念她 发动忍戒大战也要创造一个有她存在的世界 哪怕那个世界是虚幻的 当然戴土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灵的本意 一切都只是戴土的执念罢 而灵影响的其实不仅仅是戴土 卡卡西的一生也因她而改变 当年在被雾影村追杀的时候 演员灵就感觉到了体内被移植进了三维 联想到了雾影村想利用她将三维带到木叶的计划 趁三维的抱走大举进攻木叶 所以为了保护村子 她依然撞向了卡卡西的雷琪 但卡卡西一直不知道这其中的缘由 她只知道自己杀了灵 至此之后 卡卡西几乎每月以泪洗面 因为灵对她来说不仅仅是队友 还是她对戴土的承诺 一定要保护好灵 那个时期的卡卡西几乎陷入了绝望 加上四代火影不久后又死在了保护村子的战斗中 她所珍视的人几乎全部都离开她而去 这让她整个人散发出死因 执行任务也不再考虑自己的生死 甚至如果不是凯一次次将她从敌人手中救下 她早就为木叶丰荣牺牲了 而卡卡西最后能得到救赎 也是因为同伴 三代火影将她从暗部调了出来 让她担当上人 成为第七班的指导老师 在第七班身上她看见了曾经同伴们的影子 仿佛当年的时光在线 也正是从这时起 也不知道卡卡西是不是血轮延使用过 还是对过去的人太过思念 经常性地会看花眼 比如把明远看成了四代火影 看成带土 这不 在第四次忍戒大战中 她就把云影村的一个女人看成了女人 不过的确是向灵 这是云影村的一位普通女人 大战初期被安排在卡卡西的麾下战斗 当时他们正在对付的是 乌影村凶民在外的灰土人到七人中 可能也正是因为她太想命 所以卡卡西为了救下她 身扛斩首大刀一人血拼了两位会统弃人中 凯从天儿将杀到现场赶来支援时 看了一下现场情况就瞄懂 让卡卡西赶紧去救醒她 敌人她会先拦住 叫醒兰之后 卡卡西让她赶紧逃 兰本想留下 不过她也明白面对如此强敌 自己留下已是累赘 便快速逃离而去 而接下来的战斗 就是卡卡西和凯留下来对付眼前的两位敌人 立线创完和无理胜疤 凯可能是前面刚经历大战 大招还处于冷却期 所以这次并没有开启八门盾甲 卡卡西日常缺蓝 所以对付这两人的时候 凯和卡卡西都感到非常失恋 尤其是眼前的敌人还充分利用了不死之身 完全是不顾队友死活的打法 最后卡卡西的眼睛在无理胜疤的报道下甚至还受了伤 凯也陷入了虚弱期 而对方却是无限查克拉加不死之身 眼下是孤立无援的局面 听到最后凯和卡卡西两人差点就真的挂掉 幸好这时 先前逃走的蓝搬来了救兵 看见蓝的身影 卡卡西仿佛看见了灵 当年他和凯同样陷入绝境的时候 也是灵带来了救兵 所以如果当时戴图也看见这一幕的话 他还会继续飞画吗 这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人的身上都有灵的影子 只可惜戴图身边始终只有将他不断推向深渊的人 就用他的话来说 他看到的永远是黑暗 不见一丝光明 不过话说 像灵的人是不是还有一个 杀影村的女人 真术 而且对方还跟灵一样是医疗忍者 伸刀也差不多 打败一番 跑到带图面前 估计带图就会泪流满面 或许还会翻燃醒 那么整个人界大战也就结束 不过这时并没有人知道 发动战争的竟然是已经死去多年的带图 估计带图就会泪流满面 第四次委員会大战 ここに宣战を布告す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